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 也會有一些異鄉的視訊 就在德國、澳洲 也有視訊過 或是成品、美西去做戒指 其他可能就是主劇 麥當勞 其實還蠻多次的 時間過得也蠻快的 轉眼 我們都已經從 自嫩天真的小孩 變成了30歲都要過半的 大孩子 不變就是我們還是很愛吵 那也知道最近的你 可能需要給自己一些空間 還有時間 總之呢不管在你生命當中 你可能 不管做什麼樣的選擇 那我都會 盡我所能的去支持你 那也期待哪一天 我們也可以重溫像 澳洲那樣子的生活 那這一路上 一定要記得自己去嘉許自己 或者是 擁抱自己 那也就是不斷的要去告訴自己 欸你是很愛自己的 那 多嘉許自己 也告訴自己辛苦了 也告訴自己自己 真的很愛自己 總之呢就是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永遠健康 平安順利 然後最重要的是做 你自己開心的 開心的你自己啊 這還蠻重要的 對我覺得開心快樂最重要 那最後也祝你 早日完成 跟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然後 讓自己 是可以 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 然後努力的去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好 生日快樂 HAPPY BIRNSTAY TO YOU HAPPY BIRNSTAY TO YOU 又到了一年一度你的生日了 那有很多的話想要對你說 那在韓國語上 其實你對我很多的 付出然後還包容 然後一直讓我到今天這樣一個位子 那今天的生日 想要對你說的話是 希望你可以找到 就是對你好的另外一半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去旅行 還有兩位也想要對你的生日 然後做一些祝福 哈囉 哈囉 水瓶座機長 機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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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很棒的吉祥物 HAPPY BIRNST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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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哈囉 莎莎 祝你生日快樂 那就是希望今年的 你能達成你想要達成的目標 對 然後就是也希望你或是我 我們都能夠變成一個 心裡越來越強大的目標 然後能夠就是 你找到一個真的能夠照顧你的人 然後去外面當事業這樣 對 祝你生日快樂 HAPPY BIRNST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早點完成自己的夢想 趕快找到好歸宿 然後 趕快出局吧 加油 哈囉樂姐 生日快樂啊 祝你越來越年輕 祝你當個包豬婆 房子越買越多 生日快樂 掰掰 親愛的莎莎 祝你生日快樂 啊 我現在還在月子中心啦 嗯 心裡忽略我的黑眼圈 還有蓬鬆頭髮 還有奇怪的月子中心制服 啊 所以我在喝奶奶 好的 大家也一起來祝福你了 謝謝你這些年來的照顧 還有你的包容 還有你的大愛心 嗯 嗯 很開心在這條路上面 我們一起走過 謝謝你經常幫助我很多事情 然後 嗯 也很體諒 謝謝 那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祝你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然後 早日找到你的 Mr.Right 然後 完成你的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 親愛的陳大頭小姐 祝您生日快樂 對啊 嗯 本來其實 想說 約你在 2月17的時候 看一下吧 我們要一起做點什麼 這樣 晚上可以吃個飯之類的 對啊 那 你現在去旅行沉澱嘛 對不對 那 也祝你在 新的一年可以 更 事業有成囉 然後 可以做你 更想做的事情 然後 可以 提升在另外一個境界 這樣 然後 嗯 就 未來 希望 未來我們還是會一起 努力的 對 那我希望 我今年可以幫忙 你可以有一個好 一些好的成績 這樣子 然後 讓我們一起加油囉 對 那 製作影片這個呢 就交給裴帥囉 本來我也想要 傳一段影片 那既然他都講了 對啊 好喔 那 等你回來 掰 哈囉 姐 生日快樂 嗯 謝謝你這陣子 一直以來的照顧 然後 真的把我當成 弟弟一樣的一個 嗯 鼓勵 對 我很難動 很多東西 不知道怎麼表達 但 就像上次在車上跟你說的那些一樣 總之 希望你能夠越來越好 我們一起加油 生日快樂 陳采財賊 生日快樂 當時你讀大學的時候 怕你亂交朋友 嫁錯人 一轉眼 你已經 34歲的來臨 想法也不一樣了 知道你 失業心很重 認真 平經濟過生活 總有一天 你會夢想成功的 我會支持你 祝福 大孫 沒問題 祝你生日快樂 好 好